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已经行政封锁了 就算里面住的人现在也不能进去 更不要说你们扮得这么差 都不会演戏 不能进去 既然门天过海坏了 我们唯有开门见山 我们见到处没人 我整面认真地和警察哥说 其实呢 我们是捉妖专家来的 来这里是为了捉妖怪的 你放我们进去 等我们调查一下 将那个行空的妖魔鬼怪消灭了它 警察哥记看了一眼表情 非常认真的我和刘强东 还有一只狗 他就问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你们真的是捉妖专家 我非常肯定地说 没错了 百分之百保证 这件案子很可能是和妖怪有关的 警察哥立刻拿出手机 一边按键一边说 精神病院的电话号码有多少 我立刻按住他的手 制止了他打电话 我求他说 你为什么不肯信我 警察直眼看着我 整面不耐烦 你有没有搞错一点 我这么都信你的话 我自己都要入清晨病院了 我放手了 如果不是我用警棍拗你了 啊 这些说话听在室那么熟 房子里面的人越来越少了 很多人已经离开了 我松开手 警察哥记也收回手机 他就跟我说 其实你们是哪间雜誌社的记者啊 好像你们这些记者 我见得多了 不过呢 就真的没见过 带着一只狗的记者 而已 我见到三个 穿着白大瓜区医生的人 拿着大袋走进堂里 看个样子 似乎要把尸体装走的了 情急之下 我唯有抓住狗哥抱着起身 等狗哥和警察哥记面对着面 这个警察哥记呢 马上就有点疯了 手伸到警棍那里 后退一步他说 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 这里有很多我的同事来的 照我一叫 他们马上就会冲上来压住你了 我抱着狗哥走向前面 对着警察哥记说 其实呢 我就是二郎神 我看着狗哥说 这只是烤天犬 喂 狗哥 出一句声 狗哥伸出一条舌 拼着狗走 对警察哥就打个招呼 我就是烤天犬 我好认真地和警察哥说 我们呢 是天庭派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天庭特使来的 警察过忌他都蒙了 兇了一阵 他才指着我身后面的刘强东说 那 那 他又是谁 呃 你用什么理他 这个就是Kalefer天兵一号 就算死了一个Kalefer天兵一号 还有大量的天兵一号 感谢大家收听 又回声文化 红达以太共同出品 暖暖有声诚意制作 我是妖怪我怕谁 欢迎各位订阅点赞 评论转发 欢迎大家收听 都是爆笑收真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谁 作者沙米王子 主播古狗飞小小肥 第143集 刘强东他很不满地在后面捅捅我 说 阿大 为何我是天兵一号 Kalefer 来的 畏畏都安排了一个好点的角色给我 好吗 我小声地跟他说 那你就天蓬元帅了 好吗 车 我相信我们三个天庭特使 对这位警察哥的震撼 不雅于美国突然打过来的了 于是乎 他饿了在这里 好久好久都没动到 好在 周围那些群众呢 并没有听到的 如果不是 暴乱都似 有一个警察叔叔走了过来 拍了拍过警察肩头 王小二 在这发什么牛豆啊 这时候 警察哥的王小二 这样才回过神里 好惊讶地弹开两步 面上的表情 整幅暴走漫画的样子 知道狗哥很害怕的话 蛤 那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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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狗会说话的 警察叔叔最先担心的 不是警察哥记所指的狗 会会说话这个问题 而是警察哥记这样的表情 在周围的群众看来 是好捕围警队形象的 警察叔叔呢 很出力地对着警察哥记就骂了 你乱说些什么 狗怎么会说话的 狗哥呢 对着警察哥记 舔了一下你 伸出了整棚狗牙 整副滑稽搞笑的样子 警察哥记 很恐惧地指实狗哥 对着警察叔叔说 蛤蛤 蛤蛤 那只狗 那只狗 那只狗在那对着我笑啊 警察叔叔呢 不自觉地瞧过狗哥那边了 而狗哥呢 一瞬间收回小勇 又变成了一只蠢狗的样子 黄小二 你是不是玩东西啊 你再这么乱说了 我停你即假 听到警察叔叔带着怒气的声音 黄小二 这样才慢慢收起她的慌张 但是 从来很害怕地看上我们三个人 我都不打算和他们玩的了 因为行仔里面那些人 已经开始用白布 即是要挡住外面的视线 准备将地下的尸体 装进尸袋子了 我抱着狗哥上前一步 警察哥记 立刻退开一步 警察叔叔好严厉地望着我 他说 你 我们呢 是天庭派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天庭特使 我是二郎神 这个是敲天犬 后面那个会锁路呢 是天兵一号 狗哥对着警察叔叔挥一挥爪 哇 嗨 刘强东 急上来指着自己说 其实呢 我角色是孙悟空的 狗哥立刻对着刘强东说 哇 孙悟空 孙悟空啊 孙悟空啊 孙悟空不是应该又是星夜来做的吗 警察哥记指着我们说 啊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天庭特使啊 警察叔叔愿了一阵 彈开成米远 表情啊 又是布了漫画那样 指着我们说 啊 狗 狗都会说人话的 啊 真是没教养啊 啊 狗 狗居然说我没教养 我们这样搞啊 周围好几个群众和记者 向我们这边看过来 警察叔叔 不愧是多年翻滚在空岸现场第一线的 马上就冷静了下来 看了周围的群众一眼 马上变回正正经经的样子 假扮了东西咳了两声 当那些人的注意力 重新被行者里面的情况吸引着的时候 警察叔叔和警察哥记 好警惕地靠近我们说 你们 真是天庭派来的特使 我说 既然你这么诚心地问我们 刘强东说 那我们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为了阻止人间被破坏 为了守护人间的和平 贯彻爱和正义 可爱迷人的正派角色 我是二郎神 我是孙悟空 我们是穿梭天制的天庭特使 光明的明天在等着我们 就是这样 老公 警察叔叔叔和警察哥记 还有周围的群众和记者 都被我们吓死了 过了一阵 他们才指着我们说 一群疯狂 警察叔叔叔抹着汗地说 那 那你们想怎样 虽然狗哥表现出非人类的一面 但是看起身 他们对我们的身份 还是十分之怀疑的 至少不会死蠢到 真是信我们是什么颠定特使的 我们很认真地和警察叔叔说 我们真是来调查案件的 想来捉犯罪的人的 你让我们去看看这条丝 我们是很开始调查的 警察叔叔 他很严肃地说 我先不问你们是什么身份 不过 你们说要调查这件案 难道你们知道些什么? 我说 我只能够告诉你们 你听 这件案 很可能牵涉到 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件 成千人死亡的事有关的 为了这么多无辜人的性命 请你等我们去调查一下 警察叔叔望着我们 思考着我们所说话的真实性 我就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里面那条丝死亡的样子 肯定死到不像人形的了 警察哥继 很惊讶地说 啊 你怎么知道的 但是 立刻被警察叔叔黎了一眼 立刻就收了声 我就说 死到 好像是被妖怪杀死那样 你一下 就连警察叔叔都显得有点无力了 你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世界有妖怪? 我指着狗哥说 咯 这只狗就是妖怪咯 咯咯 是啊 我是妖怪 我是北欧地狱犬 分尼尔 咯 警察叔叔和警察哥继看着狗哥 即时信了不少了 为了更多人的生命安全 请你等我们去进行调查 在一阵怀疑和思虑之后 警察叔叔终于讹了讹头 我是刑警带队的队长 牛超群 现在特许你们进去进行调查 哼 多谢你啊 我代表人民群众 多谢你们啊 那就不用了 黄小二 她战战兢兢地带着我们来到巷口 看来她还是很害怕我们 牛超群呢 就走了进去 同行者里面的人说了些什么 然后很快 白布摆下了 尸体还被白布掩住 躺在地上 里面的警察法医 一个一个地经过我们身边离开 个个都用很好奇的目光 打亮着我们 里面 只剩下牛超群一个人 她向我们挥了挥手 黄小二就带着我们走进去 很快 首位航口的两个警察 拉起白布 将我们里面的情形 全部遮挡住 现场只剩下我们五个了 牛超群指一指 盖着白布的尸体 跟我们说 你们要看就看 要快手点 还有 记得不要乱动 我和刘强东 看到地上的尸体 吞了口水 啊 徒弟 你帮维斯 揭开一块布来 师父 这些严肃的东西 都是你老人家来 这么多废话 为师命令你 你都不听 我 我真的不听 黄小二在我身边 嘔嘔嘔嘔嘔 之前不是说二郎神和孙悟空吗 一个屈尾十里变了两师徒 最后 还是狗哥呲呲呲漏地 把白布掀开了 地上上的尸体 吓得我和刘强东 摆了一块漏 四突 真是很可恶 不知道这个人生前 是不是这么瘦呢 反正现在躺在地上的尸体 瘦到就得回皮包骨了 那些凸出来一到一到的 人体骨隔痕色 看起身 非常明显 好鬼可怕 而且身上 一点颜色都没有 白了一片 感觉 怕被人吸了全身的血 我和刘强东 看了一阵之后 才敢慢慢靠近 蹲在尸体身边 在指指点点 大概就是在这里 伤这条尸体 为什么死得这么醜 刘超群在旁边 就告诉我们 你听吧 这具尸体 已经被法医检验过了 死因是条颈的血脉被断开了 大量出血而死 一个问题是 现场就没有这么多血 而被害人身上的血液 几乎被抽走了80% 这么大量的血 不然 空手是怎么抽走的呢 而且 是怎么带了这么多血的呢 一边听着 一边观察着这具尸体 向着牛超群所说的尸体的颗颈看过去 果然 尸体肩头和颈之间 有一个很明显的 被利器割开的痕迹 那里的血迹已经凝固了 不过 这里的伤口 越看越觉得奇怪 怎么感觉 感觉好像除了割开之外 好像还有别的东西似的 突然间 尸体突然坐了起身 靠近尸体看着的我 和刘强东和九哥 即时刻到头发都冻了起身 反射性地向后弹开几步 一起抱着后面牛队长的大鼻子说 哎呀 啊 僵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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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僵尸复活啊 啊 是不是心发人机啊 黄小耳 都吓得躲在牛超群身后面 而牛超群呢 虽然一开始也被吓了一跳 但是 他很快就冷静回来 他摔下头看了看我们 最后他才说 看来 你们不会是兇手啊 我整身都震了 心臟啊 变蹦变蹦变蹦 不停跳 就来跳得出来 但是把口呢 还鬼死那么硬啊 啊 你还怀疑着本天庭特斯啊 牛超群说 哼 如果二郎神是你这个死款 那些妖魔鬼怪早就到处飞了 这些只不过是一个正常的生物现象而已 有什么好害怕呢 生物现象? 我们一起从牛超群的身后面扭个头出来 看着那条已经坐在那里的尸体 那条尸体坐在那里 再都没移动了 连叹下去的眼睛也都没活动过 黄小耳这样才扭个头出来 有些疑问我说 啊 这个是斯洞啊 刘强东说 什么料来的 牛超群说 不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 他的身体细胞在一定时间里面还没完全死亡 细胞神经还在活动着 有时候 间不中会有死人 会因为没有完全死了的身体神经刺激 而动了起身 这些在生物医学上面就叫斯洞了 是一种正常的生物现象来的 真是正常的生物现象?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被他吓死了 刘强东说 啊 啊 我忽然间有点后悔 跟着你跌出来了 牛超群 好不满地看成我们三个没鬼用的样子 他就问 斯洞看完了 你们有什么收获? 有啊 什么? 这个人不是被利器割死的 而是咬死的 感谢大家收听 又会声文化 红达以太共同出品 暖暖有声诚意制作 我是妖怪我怕谁 欢迎各位订阅点赞 评论转发 欢迎大家收听 都市爆笑收真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谁 作者沙米王子 主播古狗飞 小小肥 第144集 听到我这么说 牛超群怀疑地看着我说 你说的是真的? 我指着坐在这里的尸体的颗画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这个尸体的颗的伤口 发现那里并不是只有画痕 而是这个人 先是被某些东西咬了一口之后 再补一刀 让他看起身 好像是被利器杀死那样 但其实真正致死的是很长的尸牙 我们走到尸体的旁边 刘强东很随意地向着尸体的胸口踢了一脚 让尸体重新躺下 哎,都是躺下来啦 那才顺眼的嘛 刘超群怀疑都说了 不让屋尸看啊 他又跟着我蹲下 用手指 轻轻拨开尸体的颗的伤口 很仔细地看着 看了一会儿 他才说 并没有发现你所说的牙齿痕迹 就连发衣都看不出 你能够看得出 我的眼睛 比任何人的眼睛都很厉害的 我很自信地指着巷口外面很远的地方 那里是一栋城市的电视广播塔 我就说了 我连那座铁塔上面的螺丝钉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数给你听都行 黄小耳摇一摇头 看着那边的铁塔 抹大个口得的洞 不过牛超群呢 他就并没有信我 甚至他觉得我只是在那里吹水 牛超群的话 尸体你已经看过了 你打算怎么做 打算怎么做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狗哥他忽然间说 哇 我在这里闻了一股很奇怪的血腥的味道 可以追踪着这股血腥的味道 去追选那个空手 我就动了狗哥一只大大的拇指 啊 就是这样没错了 带你来就是打算这样做的 牛超群和黄小耳 还有些怕狗哥这个会说人话 通人性的狗 牛超群就问狗哥 你到底是什么鬼 狗哥就不开心了 呃 什么叫什么鬼 你意思是惹 我是妖怪 不是 北歐神話之中的地獄犬芬利爾 你這個死人頭大夠壞 用不用這麼囂張 再這樣說 我誓你了 牛超群立刻閉嘴 我站起來說 好了好了 既然狗哥能夠聞到線索 我們現在就立刻追過去 師體你們喜歡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 等一下 牛超群說 雖然不知道你們所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過你們真的靠著這隻狗的鼻去找兇手 狗哥他說 嘩 我都不敢肯定你猜氣味是否能夠完全追蹤到 都是搏一搏的嘩 牛超群他猶豫了一下之後說 既然是這樣 那我就相信你們一半先 他轉頭對著黃小耳說 小耳 現在我就沒空 你跟他們去看看 有什麼情況盡快回報給我 黃小耳他立刻轉頭說 啊 牛隊啊 牛隊啊 我 我 我 牛底啊 牛超群他就生氣了 放屁 身為人民警察 你竟然說牛底 在警隊裡面 從來都沒有這個詞 你一定要服從命令跟他們去 而狗哥這時候呢 好鬼仍然這樣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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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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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好复杂地看着我们离开 狗哥一边跑 我们一边跟着他 转过条巷子 穿过街道 逼过人头涌涌的小坛档 又跳过了马路栏杆 黄小仪一边跨栏一边在大喊 喂喂喂喂 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 你们干嘛冲红灯呢 我们肆无忌惮 横行无忌 狗哥做先锋 我就跟在后面 后面是勉强跟着我们的刘强东 在后面呢 就是很担心地看着我们的警察哥继 黄小仪 这个阵势又挺吸引人的 那些路人还以为是警察在捉小偷 不过就没有一个人来帮黄小仪拦着我们 跑了不知道几条街 我们来到青木市金光光大桥的桥底 狗哥终于停下来 这阵时 除了我拥有飞人的体质之外 刘强东和黄小仪都累得成狗似的了 哇 这里江边风很大 将那阵血声味吹走了 啊 吹走了啊 那怎么办啊 哇 不用急 我四复再问一下 狗哥他躲低头 一边走一边用个鼻子周围的吻 趁这个时间 我拎回头看实附着水泥柱那两个人 他们还在喘气 刘强东 他扯了虾 不行啊 阿大啊 我这世都没跑过那么长时间的 啊 我觉得啊 自己在跑马拉松啊 刘强东这条臭小子呢 估计以前的体质就不是怎么好的了 现在 因为进行过修炼之后 那才变得这么跑得的 还厉害过警察的歌忌 黄小仪啊 还扯得厉害过他 你 你 你真是人类来的 跑那么久都不累的吗 还是说 你是长跑运动员来的 我指实自己是说 其实我呢 我也是妖怪来的 啊 黄小仪本来是没什么力的了 被我这样吓 更加是一拨有我坐在地上 这时候他手机响了 拿出来一看 马上就接听了 喂 牛队啊 啊 我们 我们是金沙江桥底啊 啊 没坐车啊 包过来的 啊 累死我了 啊 那只狗 那只狗说的气味没了啊 跟掉了好像 在这周围闻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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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有消息 我会通知你的了 吸了电话 他看着正在这里站着的我 他又是怕了起身了 你 你 你真是妖怪啊 我点点头啊 是啊 我也是妖怪啊 黄小仪 他好怀疑地站起身 打量着我 在我身边转了一圈 最后他说 看来不是好似啊 你不是说笑啊 趁着这个机会 我会跟他科普了一下妖怪知识 等更多人明白妖怪 并不是那么可怕的 我笑奇奇地说 嘿嘿嘿 我没骗你啊 要不然你以为妖怪是什么样子的 三头六臂 还是一堆东西的 虽然呢 我就是一个特例 不过我跟你说 其实大部分妖怪 虽然就不是人形 它们更多的是动物植物的样子的 甚至呢 整块石都可以修炼成妖怪的 这些样子啊 真是古灵精怪的 但是它们的内心 和人类都是差不多的 其中当然是有好有坏啦 但是我碰到过的妖怪呢 包括我啊 都是善良的 黄小耳 她一边听一边在那儿抹头 当我说完了之后 她慢慢地说 Chill 我觉得你就不像是好人了 肥婆婆婆婆 你说这么说你啊 爷 我激到嘸一声 向着她的头拍了一下 黄小耳 弹得远一远 拿着警棍指着我啊 你 你敢习警 习警 还敢拿一条棍指着我是吗 你严命长是吗 你 你想怎样啊 我跳过去 一夜抢了她的警棍 她还想用警校学回来的招式和我打 但是交手了几个回合 就被我按在地上 不断中她了 哇 我不是好人啊 说我集警了 拿着棍指着我了 还想反抗了 还想吐口水了 刘强东 他在一边很无奈地看着我 按着黄小耳打 他在圈子说呢 大哥啊 人家都说得没错的嘛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哪个好人呢 的确在这里集警啊 呃 那也对啊 我又站起身 拍手和黄小耳说 哈哈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啊 一场误会而已 呃 原来想新一点 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来的 警察哥哥你又不要见怪啊 黄小耳被刘强东缓回起身 头发和警服乱了 还黏了整身雪 幸好现在是冬天 落了雪 不然她黏到整身都是泥了 她很生气地指着我说 你还扮什么妖怪啊 你就是一个流氓而已 一个死流氓 又窄土又拔头发 还咬人呢 天后妖怪就像你那样打架而已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古惑仔的招式而已 我一定要踏你回去才行 哈哈哈哈 今天天气真的好而已 哇哇哇哇哇 跑到天桥上面的狗哥 对着我们浮了两声 我们担个头望过去 她继续向着我们吠 我大踏步地兜上桥话 有情况啊 快点走啊 刘强东和黄小耳他们害怕了 啊 又要跑啊 生还生而已 他们两个仍是拼了老命地跟着我跑 来到天桥上面 狗哥蹲在原地等我们 桥上面还有来来往往的行人和汽车 不怪不得狗哥只对着我们肺不说话了 我在他旁边蹲也是问啊 什么情况啊 闻到什么啊 狗哥在我耳边小小声说 哇 闻到了 应该是对岸了 我向着金沙江的另一边看过去 那里是青木市的中心地区 商业兴盛 人口密集 显现出一派青木市的繁荣 青木市的中心会出现千人血祭 看来我们越来越接近未来我所说的事实了 身后面那两只人跑了上来 刘强东他去问 怎样怎样 我一指金沙江大桥的对面 好严肃地跟他说 敌人就在对面 我们进攻啊 黄小仪他好恐惧的 护塞带桥的栏杆好惊地说 那么远 坐车行不行啊 这么跑死人的啊 坐车你怎样追人啊 你这样就做人民警察啊 真正的警察 应该是跑几十公里气都不喘的啊 你放屁啊你 狗哥又是好应景地本了一声了 放完屁之后 还有好有趣的样子跌高的头 我看这两只人真的跑得很可怜的啊 周围望了一望 跟着我见到一个医技 踩着凤凰牌二十八寸 慢吞吞地踩过来 于是一个十分之有意思的主意 出现在我脑海里面 感谢大家收听 又会声文化 红达以太共同出品 暖暖有声诚意制作 我是妖怪我怕谁 欢迎各位订阅点赞 评论转发 欢迎大家收听 都是爆笑收真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谁 作者沙米王子 主播古狗飞小小肥 第145集 在我的劝说之下 黄小蚁怕怕丑丑地踏出了一步 呃 麻烦先停车 黄小蚁他拦着 踩着凤凰牌二十八寸的医技 吓了医技一跳 医技落了车 好惊地望着黄小蚁说 是啊 警察同志啊 咳 咳没做犯法的事啊 咳咳 呃 没说你犯法啊 黄小蚁他拿出了警察证 对着医技说 呃 现在警察在扮案 需要征用你的单车啊 黄小蚁在个银包里扔了一百元出来 提了给医技说 一百元买你的单车行不行啊 医技听明白是什么回事之后 好开心地接过银子就说了 是啊 肯定可以了 肯定可以了 警察通知啊 你就拿去吧 这个只不过是我几年前 十几元在车贩那里买回来的而已 我见到黄小蚁的嘴角 在那儿瞎瞎瞎瞎瞎 估计就被人击了了 似乎是想把这一百元 从医技手里面抢回来的冲动 我立刻和刘强东走过去 将医技劝走了 按住黄小蚁让我冷静点 黄小蚁她语气不善的嘛 先说明了 你一百元三个人分的 每个人三十三元 还多了一元我给是呢 谁叫我是警察呢 你是不是搞错啊你 是你自己要给一百元而已 刘强东他说 对了 我最多给十元而已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咬了很久 直到半个小时之后 我实在等不下去 终于同意了他的方案 我和刘强东给了钱之后 看实部单车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三个人一只狗 只有一部单车怎么分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又咬了很久 直到又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都是决定 我做踩单车坐在正中间 黄小蚁就坐在后面 刘强东呢 坐在我部二十八寸的前通那里 狗哥就趴在我背脊那里 那个屁股和尾尾 不断骚扰坐在后面的黄小蚁 一部车车就三个人一只狗 这个情景壮观了 我说呢 坐稳了 行啦 行啦 出发 一部二十八寸 在我强大的脚力之下 开始慢慢越来越快 不断加速 逐渐开到好像摩托车那样快 快速地横穿金沙江大桥 我知道 这一天 青木市从此流传了一个传说 一部传说之中的凤凰排二十八寸 上面载着三个人一只狗 其中一个还是警察 非常之变态 但是 它又踩得很快 在一片惊讶时线之中 横穿金沙江 那些经过的路人看着我们 看着我们在行人 和在车流之中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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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就是撞不到 穿过金沙江之后 我们并没有停下 九个在我背脊 问来问去 过了金沙江之后 对着我哀了 好 直走呢 我立刻向前边踩过去 入了繁华的中心地区 在公路上面 街道上面 到处都是人 当我们三人一九一部单车经过 一定会引来整片惊呼声 有些人反映过你 还想拿出手机拍照 但是我们的单车 这次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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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